处事精明 人应该知道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 以适当的方式来利用他的青春 金钱 势力 精力和学释 来为自己和他人谋福利 如果他误用了自己的优越条件 就会招致失败 人应该要足够坚强知道自己的弱点 勇于面对恐惧 在失败的时候正气凉言 于成功的时候谦虚温和 有些人由于好运当头 突然接收到一大笔款项 产业的愧疹 或者承计了一大笔遗产 在这些人当中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如何保有和维持这些新的财物 不勞而获的财物 通常对于拥有的人并没有真正的价值 所以这些人经常把金钱花在没有需要的物品上 以至全部的财产不用多久就被浪费抬尽 人们需要知道如何掌握他们的财物而不浪费 要这样做 他们就需要运用一些普通常识来处理各种事情 财物 财物